巴西龟一般能活20到30年 因为它是属于外来物种 所以相对于国内的本土物种 说明都要短 巴西龟为水溪动物 喜欢安静温暖的地方 生性好动 其适合的生活环境 水温是二氧 20到32度 最佳生长水温在25到30度之间 20度以下减食扫 活动较不活跃 16度以下的时候 开始进入冬眠 12度以下为完全冬眠 巴西龟是杂食动物 喜欢吃小鱼小虾 动物内脏 果花蔬菜等等 在生活环境适宜 食物充足的地方 其生长较快 且身体质量相对较好 不容易生病 相对来说 更健康也更长寿 能够呢 每年冬眠的巴西龟 相对于不多眠的巴西龟 也是比较长寿的 因为呢 冬眠能够降低身体的消耗 能够让身体体系啊 修整 这样呢 能够活得更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会订阅